关于多尔滚,历史学者普遍给予的评价很高,认为他是清朝开国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,可是这个传奇人物竟然在39岁那年猝死,不得不令人惋惜。 一般史书都是这么记载的,顺着七年11月时,多尔滚去古北口外打猎,打猎的时候坠马受伤,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,12月初死在了喀拉城,享年才39岁,灵鹫运回北京后顺治地追尊他为一皇帝,妙号成宗。 而且葬礼还是依照皇帝的规格举行,埋葬在北京东直门外,年妇立强的多尔滚为何忽然就死掉了呢? 按理说坠马跌伤并不算大病,而医治不得要领更是无从谈起,要知道当时的多尔滚贵为亲王,身边的衣冠应该十分了得。 有的史家说,因为当时只用了石灰涂抹伤口,结果导致伤口亏烂,这可能吗? 所以多尔滚的死因不能让人信服,今天依然成为一个令人费解之谜。 那么多尔滚究竟是怎么死的? 今天,多尔滚39岁暴毙之谜中揭开,青史专家表示,并非患病,这里面大有文章。 1. 多尔滚暴毙的第一种说法 多尔滚暴毙的第一种说法是突发脑溢血死亡,这种说法主要在于多尔滚原来的身体就不好,多尔滚小时候就体弱多病,再加上成年后他总是在战场上厮杀,受伤自然很多,其中有很多处矮伤,这种说法得到认可。 因为他自己也说过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,以致种下病根,而入关之后,他的公务又十分繁忙,一直得不到休息,总感到身体不适,头昏目障是常有的事。 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患有素婴风疾,即现在所称的脑血管病,因此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多尔滚具体的死因,是在外因作用下突发的脑溢血,这又根据可查。 一位爱心觉罗家族,在那个时候的确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,比如蒙古尔泰,德格雷,黄太吉,豪格,他们也都是突发脑溢血突然死掉的。 蒙古尔泰早上八点钟突然发病,三个小时后就死掉了,他死的时候很痛苦,头疼得很厉害,都说不出话来。 两年后,德格雷也死了,死法和蒙古尔泰完全一样。 黄太吉在崇德八年突然死亡,之前早已被认定为是脑溢血的患者,因此可以确定多尔滚也患有家族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疾病。 他最后也死在了这个病上,除了身体不好之外,多多的早死也是一个原因,多尔滚和多多是一母所生, 两个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,虽然有时因证件不同也吵架,但情义深厚是大家认可的。 当多多叶维德天花忽然去世,对多尔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,至此以后他的情绪就非常不好,连带着也影响身体受刺。 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,他又从马上掉下来,可谓是又受到致命一击,由此死掉了。 第二种解释是可能死于谋杀,谁能杀得了多尔滚,要知道当时多尔滚全是滔天,一般人根本下不了手。 当时能杀掉多尔滚的不过几个人,其中有顺治阿几格和孝庄太后,多尔滚死的时候顺治只有13岁,羽翼未封。 他当时虽然不满多尔滚的做法,但他实在心有余力不足,因此可以第一个排除掉。 第二个可疑人物是阿几格,虽然士祖实录记载多尔滚死之前,他的兄长阿几格并不在身边,而是忙着去抢娶蒙古权贵葛丹之女。 可是这并不能作为他不在场的证据,要知道他们这些个全力顶峰的人物,想要杀人根本无需自己动手。 按照当时的介绍,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多尔滚具体的死因是在外因作用下突发的脑溢血,脑溢血的发作都是突然的,如果能在这个时候让病人生起发怒,则再好的大夫也回天乏力。 由此可以解释在多尔滚发病的时候,忽然听到一些非常刺激的事情,就会导致多尔滚病情恶化,突然死去。 多尔滚与兄长阿几格的关系不怎么好,因为多尔滚的原因自己没有当上摄政王,自然很恨多尔滚。 而且这次阿几格娶葛丹的女儿,不巧的是多尔滚也看上了,阿几格不甘心,先下手抢了葛丹的女儿。 她心里还有更深的想法,如果自己抢亲的事情被多尔滚知道,能不能把她气死呢? 然后阿几格就这么做了。 此举无异于火上交友,至于多尔滚是怎么知道阿几格的做法的, 只需要在陪伴多尔滚身边的某一个人,借机透露消息即可。 这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多尔滚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生气,然后血压会上升,然后血管会爆裂,这时候妙手神医也不好救了。 三,多尔滚暴毙的第三种说法。 多尔滚暴毙的第三种说法是孝庄太后借刀杀人。 也就是说,多尔滚死亡直接原因是突发脑溢血, 简洁死亡是阿几格借机煽风点火, 背后原因却是孝庄太后造成的。 顺治年幼无权,对多尔滚的飞扬跋扈响除之后快, 但是第一没有能力, 第二,多尔滚与其母亲孝庄太后有不清不楚的关系, 为了母亲的缘故,顺治也得忍耐着,可是恨在心里。 孝庄太后不可能不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 历史中孝庄和多尔滚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, 但我认为更多的应该是利益关系。 在孝庄和顺治孤儿寡母无力之时, 是多尔滚站了出来保护了他们, 虽然也有可能是多尔滚另有企图, 在自己当不了皇帝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原因, 但孝庄仍然感激。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 多尔滚独揽大权与儿子顺治的矛盾也越来越深, 并且多尔滚那些无数对孝庄也越来越冷淡。 而且多尔滚不把顺治帝放在眼里, 让小皇帝处处受制于他, 孝庄太后眼睛里当然不揉沙子。 多尔滚已经成为了顺治想轻正的绊脚石, 不能不处置。 也就是说, 当时孝庄肯定有除掉多尔滚之心,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没有下手, 但让孝庄太后最终下定决心的不是这些, 而是多尔滚对豪格和吉尔哈朗的过分处置。 多尔滚曾与豪格争皇位, 最后以弗林的登基结束, 多尔滚当了辅政大臣的摄政王, 而豪格被排挤出权力中心。 弃人的是, 多尔滚并没有轻易放过豪格在监狱中将他折磨致死。 豪格刚死, 多尔滚就娶了豪格的妻子。 如果真有孝庄太后下架这样的说法, 那么此刻多尔滚的做法对孝庄太后简直就是打脸, 可见孝庄太后对多尔滚的不满。 豪格事件中, 多尔滚不仅打掉了反对派, 还顺带着把郑亲王吉尔哈朗给罢官夺绝, 押入死牢。 之前多尔滚借口吉尔哈朗建造府邸剑阅, 汲取吉尔哈朗的辅政王头衔。 吉尔哈朗虽然不是辅政王, 但还是铁帽子郑亲王, 并掌握着香兰其人马。 这一次多尔滚趁机把吉尔哈朗打入死牢, 剥夺了他所有的权利。 而事实上, 吉尔哈朗并没有得罪多尔滚, 纯属是因为多尔滚与豪格的矛盾吃了瓜了, 而孝庄是非常倚重吉尔哈朗的, 因此除掉多尔滚的想法日深。 这时正好改上多尔滚坠马患病, 而阿几格也想要对多尔滚下手, 机会来了, 多尔滚竟然真死了。 多尔滚死了之后, 阿几格立即派遣三百精旗及时入京, 大学士刚灵窥之奇谋, 派精旗抢先回到北京, 紧闭城门设防, 阿几格所遣三百精旗全部被杀。 阿几格本人也在正亲王吉尔哈朗重兵监事之下, 临近京城即被囚禁, 以至于死。 故事的过程不重要, 结果才重要。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, 多尔滚坠马之后, 小庄就知会吉尔哈朗, 吉尔哈朗瞄懂, 然后他联系了大学士刚灵, 阿几格界某人除掉了多尔滚, 吉尔哈则朗界刚灵除掉了阿几格。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, 小庄只是顺手推了一下, 结果如他所愿, 多尔滚因为恼一些, 弃吉尔亡, 阿几格狗鸡跳墙, 结果事与愿违。 事情就这么成了, 螳螂不蝉, 黄雀在后, 收益的是最后面的人。 多尔滚死了不久, 顺着皇帝开始亲政, 吉尔哈朗等人上奏, 为多尔滚拟下了很多罪名, 顺着本来就痛恨多尔滚的独断专行, 借着奏折中逼死豪格一事。 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滚追封过一皇帝的尊称, 断然下令将多尔滚削绝, 车妙响, 霸食号, 处宗室。 可见, 无情最是帝王家, 不管多尔滚生前有多显赫, 死后的悲惨让人揭态, 多尔滚对于清朝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, 然而, 他的性格太过傲慢, 为人过于专善, 权力遇过墙, 权力太过集中, 致使处在权力忠心的皇族及官僚一时屈从于其下, 而一旦有机会将其扳倒, 也绝不手软, 因此, 多尔滚三十九岁暴毙之谜中揭开, 轻使专家称其并非患病, 这里面大有文章, 实在却有其事。